蝴蝶兰混合颜色如何扦插 用对方法生根发芽快 开花呀超级漂亮 蝴蝶兰呢我们都是用这个结梗来进行扦插 几乎没有说过就是混合颜色如何扦插呢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蝴蝶兰混合颜色的扦插方法 操作非常的简单 开花呀超级漂亮 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把开败的这个蝴蝶兰结梗去给它剪下来 截取下来两种不同颜色的这个蝴蝶兰结梗 然后呢我们选取一个颜色为这个主干 截取下来之后我们再选取另一个这个结梗上的芽点处 我们在这个选取的长的这个结梗上面 去给它削掉一层 然后把要架接的这个芽点去给它进行贴牙架接法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贴牙架接好之后呢我们就去给它用保鲜膜呢给它固定住 固定好之后我们这时候借助一个桃子 桃子里面的水分糖分都够都能够供给这个蝴蝶兰结构 能让它生根发芽 把这个蝴蝶兰结梗插入桃子中之后 连同桃子的一起给它放入这个容器中 再去给它覆盖上一个这个一次性的塑料杯 放到阴阳通风处养护就可以 期间呢七到十天左右的时间去给它喷喷水分 五十多天之后这个结梗呢就能够长出这个叶片 底部的根系也是非常的旺盛的 我们呢就用植料去给它养护起来就可以了 等到开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超级的好看 这一盆是之前嫁接的 现在开花呢就是两种颜色 观赏价值呢也非常的高 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